比较喜欢船盘 在这个台湾上面看到有一套这个石井船盘啊 年份还比较早呢 这种都是冬期的呢 人家的啊 这种亚盗盘 品项有好几个是破了的磕了的啊 只是我觉得比较喜欢 而且这种品种在市场上面也还比较难得 这个是好的是吧 这个对 这个应该是当时家里面的一整套啊 这还不是拼起来的 虽然有点毛病 这个我就想看能不能拿去修补一下 还得把中间那个找到 这个需要花点时间去弄啊 我只能按照给你单价这么算 因为你中间也没有 又是缠了很多 这情况是一个1500 1500要看什么东西 你比如说这种特殊一点的 可能1000多一点 也是普通一点的就是几百块钱 要看什么东西 那种就2000 当你多2000多 那不可能的 没那么容易卖 现在卖货多难 算购多少钱 给我来价也高 算3000块钱 来价 其实这里 是不是 这纯粹就自己玩的才会要一点 什么东西 你5000 5000 5000买的 5000买的 但是你价格也有一点高啊 那个咱们风开始讲到我 就这个 最希望一定也能卖个400到500 你去卖卖看就知道了 可以可以 我卖过 我卖过 我卖过了 是啊 你这种品牌没人要 你稍微好一点的 可能卖个1500 有有那么可能啊 缺一点点的是有 你这种可能 别人当个标本买了 你怎么可能卖到1500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卖东西 我们也做生意的 先盯 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老仓家 是不是有没有扣 老仓家 老仓家怎么都 都完成这样了 我会被我尖叫 我就是600多一个玩的 你这个肯定看不到600了 这个算600差不多 因为有毛病的 差不多600差不多 但这个你看66663600 但是你这两个肯定看不到600 这两个就是最多300 最多300一个 就再加个600 但是我是一共是一个600多 我知道我知道 我给你算这个账嘛 要3566363636再加600 4000多 所以有稍微点顶 你要4000左右买就合适 差不多的价钱 就是正常价还不算便宜啊 就是4000多是正常价 你婆婆不喜欢的人 给他2000他都不买你 无所谓 哎呀我这个就很难给你买啊 这个5000多买来的 这个因为这一套船盘 我是有一些船盘情节的 所以一般碰到好多船盘 我会看一眼给你们讲一讲 这里面这一套东西 应该大概值多少钱 然后多少钱可以买 好的船盘我也云过你们 很好的同质人物的船盘 我也卖你们大几千 人物的啊全品的 我玩船盘很多的 所以我知道这些东西的质量 我建议你 哎呀 有时候你分开卖也可以 拆开卖慢慢卖 还能卖出你的本钱 这么卖可能卖不出本钱 我觉得啊我建议你 但是我还是不想分 那倒是 但是你得凑到中间那个 你就你就整套卖可能会提升价值 可以买的 我知道有个人喜欢卖 但是卖的货 一块就问我要四千多块 不要不要 哎呀你们买东西 还是有点走了 谢谢了 五千多一块全盘 你们说值不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